2月8日發生什麼事? 有阿公是發生什麼事要讓他拿去? 阿公是發生什麼事要讓他拿去? 那個時代被抓不下理由 阿公回來的殘廢是怎麼殘廢? 沒有,他懷疑了,他懷疑了,他懷疑了 懷疑了,懷疑了,懷疑了 懷疑了,懷疑了 懷疑了,懷疑了 懷疑了,這樣不行,你不能當市長 你一直用衛生紙一直說 這樣子就不能當市長,所以你其實是想當的 所以你當時講了一句名言 其實今天還有一個科批語錄 後來那句名言很多人都拿來用 我今年其實也有用過,就認識也沒想 你就認識也沒辦法 我跟你說,柯醫師 人因為經過,所以了解 所以感受最親 所以決定你今天會在行動 你今天會這麼憤慨,是因為你經歷過 所以你想改變 那你經歷過什麼,你經歷過監察院 有啊,很多 你經歷過調查局 很多啊,工程會 工程會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署 衛生署 醫社會監察院 立法院工程會 調查局 避檢處 這樣你這個要選總統啊 沒有啦,他說資歷還不完整 還沒做老 他說資歷還不完整 還沒做老 做老實的,都不要說白菜 不行啦,我們就是 教育孩子不能說白菜 所以我也是想說 欸,孩子很乖啊 不能說白菜 我們不說白菜 我們不說白菜 所以不說白菜 我們大概十分而已 六十六歲就沒什麼分了 柯文哲現在幾歲 現在有算幾歲 他其實跟賴清德應該算同 都六十歲了吧 五十九啦 五十九啦 五十九 因為他們說五十八 但是我們說五十九 應該十歲到十歲 對,現在選總統的時候 剛好又六七年後 對對對 就是剛好六十六歲 那個時候就是沒機會 完全真的沒機會 喔,他那個時候的運勢 很壞很壞啊 對對對 所以沒運 沒運啊 沒有啦 那個時候真的是 有有有 如果說以看賴清德來講的話 照他的 我們都在這樣子走下來 有沒有總統命 應該講說到2024年 因為他2020 已經宣佈沒什麼 對 就2024年他就六十五 如果那個時候六十五歲 他的運勢大旺 所以說 六十五大旺 對,所以說 因為他這幾年來說 是平運而已 當然今年的運勢還不怕 明年的運勢會更好 所以明年運勢好的話 所以說明年 不關如何 他選 他做行 繼續做行政一定好 他也一樣 做得很順 如果說 如果他去選 新北市 他也是一樣的 但是他就是怎樣 他做的過程 沒那麼舒服 但是民國 那個我們講說 2024年 六十五歲 他的運勢正旺 所以正旺 對他的要選總統 有那個機會 所以說應該講 他是有總統命 這個真的有在錄嗎 有啊 林老師 這個有總統名嗎 抽一支 抽一支 太掛 太掛的話 就是小往大來 也就是說 地天太 他可以翻盤 就是說 有可能 就是要再翻盤 但是他的翻盤呢 如果他過分的時候 就物極必反 匹極 就是太來 太極匹來 所以他的謙虛度還不夠 如果他很穩的話 那基本上 他就 有這個運 但是呢 因為他人為的操作 他的人沒收斂 所以這個就不太可能了 因為他已經到了 就是抗農有回 就是 就是 本來有那個價 但是自己算得 好好比 抬到麻糬轉回 就是 太極匹就來 那匹極反而是太來 所以 太掛的話 所以一切掌握在科文者手中 他其實要收斂 可是到目前 他還沒有收斂性 是 祖老師你看 你有算什麼 應該講說 從他的命格上面 下一任的市長是沒有問題 連任沒問題 對 再下來的話 2024年的總統 是不可能 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因為 完全喔 完全喔 這金在那六七過身的金 就是最旺的 那他就是 又土來生金 金就蓋了 所以不可能 他這個 一個一的金 已經沒有 剛才那個太掛是需要有 團隊的 他是拔毛乳 就像去拔那個茅草 你不可能 又要拔毛 對 拔毛一幾幾次起來嗎 拔毛不起來嗎 拔毛拔毛 所以他一定要有團隊 那他目前 他沒有這麼大的 只要拔毛開不開 就是表示我 旁邊有一堆人肉 所以是打群體戰的 那目前他 孤軍奮鬥是很困難的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個 很大的組織 就像有一個黨 或者是有一群的排兵 有一個隊伍 有一個部局 他現在很蔣經國 不錯 天兵天將 你看到完全沒有機會嗎 總統名完全沒有 沒機會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根本就沒辦法 所以說再怎麼樣 到時候人家說他 到時候他自己會出事 那時候他們宣布 退出演藝圈 我什麼都退出 我什麼都退出 什麼都退出 對對對 什麼都退出 其實我也要退休了 不過我們是 我們是從這個 八字上面就看 因為一般來講 我看八字都 到目前四十多年 都沒什麼不對 當然一定 因為八字他不是百分百 當然還有一個百分之 譬如說百分之八十八十五的機會 但是所以說 我們應該講說 這是六十四的 瓜可以看一下 他的瓜 他現在的瓜 他這支瓜 我給你拿 他這一支瓜 就是說他要選總統 選市長的瓜 這就是三天大序 所以說是運勢得開 所以我說他選這個 市長是絕對沒問題 所以說他是可以選得上 但是我們要反過來看 你現在說的是2024年的總統 對 2024年的總統真的就是沒機會 憂愁長鎖兩媒間 這個是他現在的狀態 現在啊 對 甘頭萬緒掛心間 對 從今以後 逢開陣 逢開運 逢開陣 對 任意而行 不相干 所以說沒有問題 所以說他要選市長絕對是沒問題 對 但是總統命 對 總統來走到這裡 就走到十分而已 66歲就沒什麼問題 柯文哲現在幾歲 現在算今年大概是59歲 他其實跟賴清德應該算同 從60歲了吧 59 59 59 因為他們說的是58 但是我們說的是59 我們十歲到十歲 對 選總統的時候剛好又六七年後 對 對對對 就是剛好又六十六歲 那個時候就是沒機會 完全真的沒機會 喔 他那個時候的運勢很賣很賣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不運了 不運了 不運了 那個時候真的是很賣 喔有有有 來 曉鵬老師呢 是 阿正大哥幫他選一張 我抽一個 抽一個 好來 喔 這張牌的影視牌 我跟柯文哲拼很大 他現在很孤單 就是很像那種黑暗中的一個老人 以我來說 他如果今年要選市長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有一個變數 就是說如果今天 如果說民進黨要派一個人出來 而且我覺得他最大的對手 應該是陳菊 所以說 因為獅子跟雙子 如果PK起來的話 那個喔 雙子座會贏喔 所以陳菊會贏他 是 但是如果說陳菊出來選 跟柯碧一起出來選 我覺得藍會贏 因為票會刮掉 所以我是覺得說他今年還是要跟 就是民進黨合作 然後就是說 要討好人家 再來我看到是說 他如果 接下來要選總統比較難 除非說 他跟民進黨結合 然後一起出去選 他才會有這種選上的機會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現在的人很像 比較喜歡不完美的人 比如說你如果說 整個人看起來太完美 人家也是會覺得嫉妒他 他有點笨笨 因為他比較不是那種官僚 體系的 我又想完美 可是又想不完美 對 他比較不是官僚 所以 有時候年輕人反而喜歡這種 就說比較有厘頭 他有總統名嗎 他沒有 喔唷 老師 你最再說到最含糊的了 為什麼他沒有 因為他抽到的是那個贏者 把一個人拿著燈 也比較辛苦 但是就是說 除非說今天 民進黨跟他結合 然後就是推他 那就是他藉由別人的力量 他就會有 所以說他必須要靠人 但是這個人 不是靠他自己的團隊 喔 要靠綠的喔 是是是 要靠綠的 要 你抗好蔣萬安喔 對 我非常抗好 是喔 我在很多地方講過他 以後可能 會有這個總統命格 總統命 真的 沒有 我有感覺啦 感覺 為什麼為什麼 對啊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像 要不然鄭大哥你先抽一個好了 喔 蔣萬安你就要給他感謝了 你的運命 割定在我的手上 對 好 好 這張牌保健六 保健六才有一個很高的人 他在滑水 也代表是說吳敦義喔 代表是說 國民黨中央的那個高層 看好他 看好他是未來 就是可以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因為這些人都差了 就是他會覺得 蔣萬安是以後一個很 可以推拍出來的人 而且加上說他又年輕 他有偶像派 嗯 然後他又有 年輕人的那種 票數 搞不好 柯P的票會有很多 會吸給他喔 嗯 你看嘛 像鄭大哥你看嘛 像現在那個 國民黨 有沒有覺得老化很嚴重嗎 所以現在你看台灣 不是越來越老嗎 國民黨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你看 現在講外面如果出來 他代表的是一個 很年輕 他只是閩南語啦 他可能要多學一學 對 他如果學好之後 我覺得啦 他可能 會代表國民黨 應該會增下 滿多票的 可是他現在還年輕 應該還要再多訓練 但是我是覺得 大概六年後 他們滿有機會的 有啦 而且已經播出去了 柯P氏 你最近辦公室是拔嗎 沒有啦 地下四樓啊 你本來幾樓 地上四樓 你本來在地上四樓 你一次掉八十 要落在地下四樓 沒有啦 所以有個笑話 人家說你怎麼在地下四樓 說因為台大又沒有地下五樓啊 地下五樓不是 太平間在地下三樓 你還在太平間樓下 好啦 不要緊了 有地方就好了 什麼叫有地方就好 不然給你搬到地下三樓 還是地下四樓 所以這個是擺明的一個 沒有啦 還好啦 什麼叫沒有 有什麼委屈要說出來 沒有啦 市府不可以說清楚 你現在市府不可以說清楚 你是怎麼做個大理上的人 對啦 我想其實應該從柯太太的 這封抗議性來說起 最主要是 因為艾滋器捐的那個事情 柯醫師一肩扛起 那我們看到柯太太這封信 我們才知道整個的來龍去脈 因為有時候柯醫師講話 高人講話就是 高來高去 高來高去 有時候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全貌是什麼 柯太太講說 因為最主要是監察院 就有一個彈劾嘛 他說監察院報告說 柯醫師待呼職守 連花兩分鐘看報告都不肯 而且認為柯醫師 有損台大醫院的聲譽 他是葉克某全世界 五個最厲害的嘛 對不對 這樣有委屈台大嗎 再來我是柯醫師太太 我只知道我先生接了 衛生署委託台大醫院的 被弃捐案 所以是無償幫衛生署寫白皮書 幫忙訓練成員 一天工作18小時以上 除了開出國開醫學會議 全年無休 最主要是白皮書上沒有寫到 最終誰該檢查病人的 實驗數據就被彈劾 因為監察院認為寫白皮書的人 就應該為整個制度負責 那所以問一下 當初怎麼會接這個case 寫這個白皮書 不是寫白皮書 其實台灣機關動物系統 是我去見過 因為 因為這樣 因為當時說 預算超過一千萬 要送那個什麼公共工程委員會 所以衛生署就說 沒有辦法花那麼多錢 他在一千萬以下要招標 當然流標三次 醫政處的醫三科來招 我說 他說台灣要找一個人 對每個器官都知道只有一個人 他說不然你來報 那個人就是 因為我是 我當過17年 台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主任 所以那個 心臟移植移植移植 肝臟移植移植 通通都懂得 你都經歷過 你都跟過就對了 我都知道 因為我都在負責 所以 所以當時就 叫我去報那個案子 因為他已經流標三次 沒辦法 所以我去把他接起來 所以那個後來整個 台灣的器官網路 從誰該檢查病人的實驗數據 彈劾你 你內心其實是很不服氣的對不對 沒有啦 我覺得 沒有啦 這個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 監察院我以前就講過 我會 當時會 會在媒體上 跟他 反擊是 我覺得他要 程序正義 程序正義就是說 你要是 就是 調查我有什麼 條件 那個 證據對我不利 你要讓我說明 要讓我辯白 你說九個月前 把我叫去問兩個鐘頭 其實只問一個鐘頭 你就跑掉了 留下那個 那個調查官 跟我在聊天 我說奇怪應該 我想說大家聊得很快 應該沒事 九個月前 九個月後 有一天 我在電視上 我看到我被彈惡 就是 記者打電話給我說 你被彈惡 我說奇怪有嗎 我都不知道 我覺得這樣啦 你要是發現我有什麼 證據不利什麼 你要讓我說明 要讓我標誌 那我問你 你覺得監察員在幹嘛 我跟你講 是這樣啦 我覺得這就是 從監察員到工程會 我覺得是這樣 這是我最滾滿的時刻 我最近每次遇到 那個綠營的人 我說阿扁執政 最大失敗 那八年轉型正義失敗 我說司法是國家 最後一道防線 司法不可以是這樣 司法應該是讓人民可以相信 司法是國家最後一道防線 他不可以是政治工具 更重要 他不可以是政黨惡鬥的工具 所以我說程序正義 你也要碰到這個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建察員是鬥正的工具 我覺得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我說那個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叫自走炮政府 我們要自走炮 我也不相信說 我們馬英九會 去指揮那個 銀座謙彈惡 我想也不至於 他們都自動自發 所以我說 有時候他 後來人家說 他們的愛國通信會 我說這樣喔 他說他們把彈惡我當作 在愛國除奸行動 你是 你是奸 他們把他 所以我覺得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時候叫 我們人活在世界上 有喜歡不喜歡嘛 但是 如果防止說 因為我不喜歡你 就把你插自己 我覺得 應該程序正義嘛 所以後來那時候 我原來司法第一步 就是程序正義 所以我也覺得說 其實我很多 一個正義 另外一個阿扁的案子 我想說 我也是這樣講 你後面有多 沒多 沒關係 照片 照程序來 你都這樣插成這樣 所以他就是不好 所以這個 後來就 變成信責很信 不信責很不信 所以程序正義很重要 很重要 我是覺得 監察那個就是 沒有程序正義 因為一開始台大那個 他就是講那個方法 後來講十個方法 後來講一百個方法 可是你知道 你以為 監察沒有程序嗎 不知道程序嗎 不是啊 你要是討厭我 你就算你不喜歡 你要按照程序來對付我 不然你拖出去槍斃就好了 我知道他是很響 可是 可是這個時代 沒有辦法這樣 所以說 你裝也要裝像一點 司法有程序 我幫你棄手 幫你調查 可是到工程會 我就更火大了 我都能跟你講事實 你會照看 回你的名聲就是抓出去槍斃 你還不懂嗎 沒有啦 我就有意見 沒有 再講一遍 司法是國家最會道防線 他應該被人民相信 所以他是 他是國家最會道防線 所以司法不可以是政治工具 我就直接講 我自己遇到了阿扁的案子 因為我 其實我以前 我也是在台大在追學生 我不是在附政治 我為什麼過錯 最大過錯 我去看阿扁 我只有這件事情 你可以說 那道是 他們家修幫你搖槍嗎 沒有啦 陳志忠來找我 後來有才知道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家去看 旁邊他在法公 他很難說 他跟他兒子說 你擦一擦 他先來 所以陳志忠 我們跑來跑 我不要跟他抗拖 你做總統 我不管做醫療小組 你是不是要去找他 我做醫療小組 找幾人 我跟他說 他爸爸說拜託拜託 奇怪 我跟他說 其實我去跟阿扁講 第一次去看 你之前沒有看過 去郁中之前 你在他當總統 沒有啊 都沒有跟他一拖往來 我跟他說 那拖的人很多 怎麼輪得到我們 那時候 要搶著 要當醫療小組 那有黃黃燕 黃黃有跟他私教室 還很好 我去看我 我出來說是精神病 因為他一看就知道 你要相信我的醫學專業 你不是精神科啊 我是集中症專家 他那個症狀叫 叫過度犯氣症嘛 聽我這精神病 我真的帶精神科去看他 陳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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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講話 哇這沒結 阿扁是什麼案子被上手銬的 國務基押會 國務基押會 國務基押會到現在 五年了有沒有定罪 沒有 沒有 沒有定罪 你用國務基押會 上手銬 打轉社會去 五年後還沒有辦法定罪 你是阿扁 你會跟他講話 你用這個案子給他上手銬 五年後這個案子 炒要死 還沒辦法定案 很好炒的東西 不是 你用這個罪名報上手銬 你五年後還沒有辦法定罪 他照成這樣 這個案子還沒有辦法定罪 有哪一個檢察官出來 跟他道歉嗎 因為說柯文哲 他直接講柯文哲 不是講我先生 柯文哲在家裡 不是一個盡責的好爸爸 好丈夫 本想他是把時間奉獻給了 台大醫院 跟台灣的醫療 那麼現在監察院 台大醫院 卻要否定他的貢獻 我是他的太太 我為他抱不平 最後重點 也為自己扛下 這麼多家庭責任 讓他能專心工作 深掘不值 那是個點 那邊是房子 你都沒有在找嗎 沒有 太丟臉了吧 對不對 好啊好啊 都在醫院啊 怎麼照顧起來 都在醫院啊 所以其實對陳醫師來講 陳醫師也很忙耶 他還要顧家裡 我支持這個先生這個男人 像他那樣的房子 都拿到你家嗎 一定的 對 三餐餐廳都要你照顧 他說他都自己 自己摔上去吃飯 我們家沒錢 這樣齁 他也很沒用 不過還好他市立院比較好運 他自己還有中間 對啊 會來 會來開過當 他那時候發電力的時候 幾期 第一期還好 什麼叫還好 不要嚇他嘛 因為如果這麼大壓力工作的人 如果他的語言邏輯還要這麼壓抑的話 所以我可以體會 還好啦 其實也是安慰自己 然後就比較笑看人生這樣子 可是這次可見是 效忠敗類耶 我可以體會陳醫師那個心情 為什麼 因為就像剛剛柯醫師講的 整個家庭就是家庭生活的部分 完全是陳醫師一肩扛起 照顧家裡 照顧小孩 處理家務 其實陳醫師自己也很忙 因為醫生其實都很忙 然後呢我覺得他最受不了那句話 為什麼說 因為柯醫師從他讀大學開始 到目前為止 他這輩子唯一待過的地方叫做台大 他只讀台大畢業了 然後畢業之後就在台大當醫生 一直到現在都在台大 結果你竟然把他說 這是台大的恥辱 那你覺得這對柯醫師來講 是多大的羞辱 我們可以看這張照片 這是當年他們結婚的照片 你看這個新娘子多美 他帶了多大的夢想 嫁給這個男人 然後這個男人一定也完成了 他很多的夢想 所以他才會無怨無悔的 站在他的背後 support他 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 柯太太站出來過對不對 對 所以這次站出來 我跟你講女人是這樣子 女人就是 平常就讓男人去處理 他也不會跟你去爭什麼 他就是 support你 可是一旦 真的是這樣子的親門 親門打後的時候 他是站出來 所以我可以看到一個女性的 一個任性跟那個堅強 全力的support你 所以你一定要為你自己爭取 或者的話 這個陳太太 陳醫師的那種感覺 就是非常體會 就是說我拼成這樣 support你 你還做了一個 你自己無所謂 有入台大院 他其實不是無所謂 他也很難過 我覺得柯醫師有點心灰意冷 對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呢 在鼓勵柯醫師 這樣子 我覺得 你們在家裡有討論這個事情嗎 有為這個事情吵過嗎 還好啦 我 柯醫師你討論有靠嗎 沒有 什麼沒有 有就有啊 還可以沒有 靠不是建設的事情 對啊 你去家裡有討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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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啦 這樣不能當市長嗎 沒有啊 真情流露 真情流露才會有選票 可以喔 可以喔 我們提供一個有會喔 有會喔 有會的人 好嗎 做省長的靠到這樣 宋楚瑜也很愛靠 越會哭 關越大 有時候女人不可以太勾 就是一個女人愛上一個男人 即使這男人失智落魄 都想辦法要鼓勵她說 只能怪運氣不好 不要懷疑你自己的才華 在這樣過程裡面 多少人也是相扶相持的 就走過來 更何況就是一個 有才華的男人 而且她也為她的理想 夢想在打拚 所以呢 你的成就其實 陳醫師 柯太太 是餘有榮焉的 可是當一個太太 看到你從地上四樓 搬到地下四樓 在太平間相約 你知道嗎 她知道你的才華 她也知道你的能力 她也知道你的貢獻 可是被這樣子打擊的時候 她有多麼的不捨 所以這張照片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到沒有 重點是要看柯太太 看先生的眼神 看到沒有 你看這個大頑童還在 根本就活在自己的世界 我這樣講對不對 你其實一直都活在 你自己的世界 可是身邊這個女人 卻還是用這樣子的 臉襲疼襲的眼神這樣看著你 這張照片的眼神 真的讓人家非常非常的感動 對啊 所以 你一陣子 暫停 暫停 我們衛星座也悠閒 準備一晚而已 你一直Q一直Q 我先問一下 你跟太太是怎麼認識的 其實他罵我一屆 但是我從來不認識他 他罵他一屆 學妹 排大的學妹 我是很認識的 他也很閉嘴 當學生的時候不認識 後來我爸爸去 我爸爸是師範畢業 那時候說什麼 過時就長了 什麼師範要補學分 他就去 暑假上 暑期課要補學分 就認識一個朋友來的老師 後來那個老師就說 另外他們學校的什麼教護長 也是另外一個老師 要 退休還要換房子 很多那個 日文的書籍要 丟掉太可惜了 我說這樣啃 那我爸爸說 我讀日文比中文還快 還快 都送給我 所以這書就從澎湖寄到我家去 雙方就會來 會回信 會 這二十幾年前 就說 人家做什麼 我自己在台大 人家做什麼 我自己也在台大 後來我太太的哥哥結婚 我媽媽 你太太哥也是台大醫生 不是 他是做貿易商結婚 我請我爸爸媽媽 他是招待 我媽媽去看就說 帶他 我看到 陳醫師那時候是婚禮的招待 我媽媽也看過帶他 這樣就要帶他 你有去吃食物嗎 你不去 媽媽看 媽媽看 媽媽跟爸爸就算好了就對了 我媽媽 我爸爸不會這樣 為什麼要帶他 我媽媽 我不曉得 我媽媽說帶他絕對好 你就真的聽媽媽嗎 沒有 沒有 然後再約見面相親 沒有 後來就 那時候我媽媽就 反正他就 因為都住宿舍 他還住一棟宋舍 怎麼有趣 你才住一棟宋舍 那時候住醫護大樓 可是你們不認識 反而是媽媽看到的時候叫你 媽媽說 我媽媽去幫我電話 媽媽幫你要電話 對啊 這你絕對不想相信 你媽媽幫你討電話 回來說 這個好 插我一卡 你打電話 你自己打電話嗎 打工一棟 沒有啦 後來 細節已經記不起來了 我看第一通電話 搞不好是柯媽媽打的 不會啦 應該不是吧 反正就是長輩 叫你們要 你還記得第一次見面的場景嗎 約會 我實在沒什麼印象 回去跪聖盤 忘記第一次約會 我還好 我還好 這個 這個聽起來 人家都天方夜談 奇怪 不會天方夜談 是蠻天方夜談的 因為第一次見面都忘記 你什麼時候對他有感覺 沒有啦 我想說我媽媽選應該不會錯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們交往多久 很快啊 沒有幾個月就定婚了 從認識到結婚沒有多久 那 之前 你交的朋友 都是你媽媽看過的嗎 都沒有 我媽媽以前 我媽媽也沒有 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我媽媽就 就這個很堅持 她說一定只要帶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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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知道 下次知道請陳醫師來問 她是什麼 基於什麼嫁給你 我不曉得 好問題 那你怎麼跟她求婚 好像也沒有吧 大概 我不曉得 好像大概 好問題 我現在搞不清楚 為什麼要結婚 回去真的要跟上班 陳醫師一定是記得 你們結婚前見過幾次面 有啦 有啦 有見過幾次面 他們交往了幾個月 交往幾個月以後訂婚 你有帶她去吃過什麼 Candle light dinner 沒有啦 沒有啦 妳知道她去住院醫師那幾天 In a cloud Walking in a hospital Walking in a hospital 對啊 都在台大院那有時間不回來 那沒有 搞浪漫 還要什麼 Candle什麼 Candle light dinner 1個月值班17班 所以您腰迴都在台大醫院 沒有啦 有時候我去小哥看她 有時候她在外科看我 不是都在台大醫院腰迴 你們有在外面 go out for dinner 好像很少 都是兩個在吃便當 那你有感覺到 她對你有崇拜的眼神 不會啦 她自己是那種醫學系女生 她為什麼要崇拜 不用啦 她自己就台大醫學系 都是被別人崇拜的對象 她也是被人家崇拜的 那你有 你到什麼時候對她有煞到的感覺 還是其實這個滋味是婚後 越來越有滋味 沒有啦 應該是 應該越來 問題也真的是 父母媽媽喜歡 沒有 這樣講她都很氣 她說你不可以這樣講 沒有啦 但是我覺得 我要講的是我媽媽選得好 我媽媽選得好 沒辦法跟學生說 世界上誰最了解你 你媽媽 對不對 世界上誰對你最好 你媽媽叫你取誰架誰 你還懷疑什麼 我這個邏輯也很丟 對 因為你是你父母趕就好 有的父母趕就不可以 沒有啦 我就問你 世界上誰最了解你 媽媽 世界上誰最疼愛你 媽媽 所有人 媽媽不會害你 對啊 柯醫師我們都不懷疑 媽媽最了解我 媽媽最疼愛我 可是媽媽也會有看走音的時候 不會啦 很少啦 她都比你看走音還多 柯醫師 其實喔 有人拜託我的廣播節目 他是為你打抱不平 對啊 我知道 那他說 其實你是做母學家的老公 對啊 不是很及格 也是不及格的爸爸 你有送過他什麼禮物 沒有啦 我說實在 我結婚第一天印章存折都交給他 我辛苦也有什麼錢 我唯一的收著去演講 我收現金 那個我失望錢 那你現在講出來 所以你是這麼正式的說 我們結尾夫妻了 沒有啦 第一天就給我印章存折斬莫說 他怎麼給你要 他怎麼給你要 可以來 我說叫出來 叫出來 他直接這樣講喔 沒有啦 其實我沒有時間管 老實講 叫他管錢 我沒有時間 所以你的穿差 他們的東西都是遺傳的就對了 對啊 不過他說你要離婚的話 只有你現在身上穿的是你的 其他通通是我的 所以不敢離婚 所以不敢離婚 對啊 房子也是他的名字 什麼他的名字 你今天怎麼說是不及格的丈夫 沒有啦 我 其實我真的以前工作 花太多時間了 整天台大醫院 我們那個業客 我們會說很成功 那個是 你如果沒有什麼人力無力 做到成功 那是年輕的 很多人硬把它做 一個團隊 一個小小團隊 硬把它做起來 你媽會幫你抱怨 還好啦 其實他是很低調的人 他很少抱怨 他小孩什麼都自己帶 自己那個 沒有啦 其實這個有時候 給他抓狂 不然他平常是滿低調的人 因為他都默默在背後撐你這麼多年 你小孩會幫你抱怨嗎 我也不知道 其實很少跟小孩子講話 這也是不對 不及格 不及格的父親 好喔 你有認識你們小孩嗎 知道啦 不認識 不認識 不熟 不熟 都我們太太在處理 你們沒有時間 帶小朋友出去玩 沒有啦 那什麼啦 每天病人工作365天 所以太太才會講說 你不能帶小孩出去玩過 很少了 很少 都在醫院嘛 所以其實這個知道說 為什麼寫這一篇 我為自己扛下這麼 我除了為他抱貨品 也為自己扛下這麼多家庭責任 讓他能專心工作 深覺不值 對啊 這是最觸碰到 為什麼大部分的男人 你會觀察到 他在婚姻中 特別是 針對自己的公婆的問題 就是自己爸媽的 在自己的生活 對自己的婚姻 對自己小孩的教養 有出現意見的時候 你會發現所有的男生都退縮 我舉一個 就是例子 好 給大家聽就知道 就是柯媽媽在當初 柯P在選台北市場 有一些紛爭的時候 他出來說了一句話 就是說 我們柯文哲 再也不欠民進黨了 也就是說 事實上在台灣 我們的爸爸媽媽 不一定是柯媽媽 很多爸爸媽媽都一樣 他已經做到 自己就是小孩子的分身 可以幫小孩子說任何話 而這些話 其實是會造成很糟糕的結果 但是你會發現 男人說什麼 柯文哲說什麼 沒關係 老人讓他講 這是第一個例子 男生的態度就是這樣 所以他會造成沒有辦法收尾 是因為你根本就覺得說 老人隨便講沒有殺傷力 錯 在婚姻中如果你的父母 你放任他隨便出來放話 隨便講會有殺傷力 或者是說 我最近就是之前有認識一個醫生 然後呢 其實我也就是 在他的這個粉專 稍微念了他一下 我就說 其實男人常常就是 忘記了自己結婚之後 把自己的小孩跟老婆 也要當成是家人 很多的男人忘記 還是把他自己所謂的家人 只有包含在自己的原生家庭 自己的媽媽媽媽在考慮 我不過是留這樣子的留言 那這個男醫生的媽媽 就開始就出來就是崩潰 大罵 就類似罵我說 什麼我是媒體寵兒 什麼亂說話 什麼就開始崩潰 那而且 所以你意思是說 男生只會把原生家庭的人 當家人 對很容易有這個傾向 並不是說他們故意的 而是他 他在這樣子的教育之下 已經有點走入這個套式了 對 或者是說你看 其實如果是在國外的話 應該是柯P的太太出來講話 可是我們台灣的社會 你會看到是柯媽媽出來講話 這個是很特別的 那再回到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是說 所以他的這個 這個男醫師的媽媽出來 這個罵了這個黃醫 在他自己的粉磚 也不是他自己寫話 他媽媽出來講了好多話 然後可能把我罵一頓之後 這可能就是 只是就是說 沒關係啦 就讓他媽媽發洩一下 我的意思是 男人不是沒有能力處理問題 他可以的 但是他心態上 他會去覺得這個是一個爛攤子 他不想講 其實 就是不管是柯媽媽還是楊媽媽 還是陳媽媽 大家都一樣 其實就是疼兒子 就是希望兒子好 然後也不希望兒子被人家欺負 或被人家說 但是呢 有一些話真的就是不能在公開場合說的 其實我們都知道 而兒子也知道 那兒子要不要形象 要形象 然後兒子要不要婚姻 要不要老婆 要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 就是在適當的時間點 比如說出來講一句話 比如說這個兒子 其實你如果 你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爸媽的心意 你就知道說 我們是很想要回來吃你煮的 那但是呢 就是工作不允許 可能現階段還是要先為工作打拼 我如果提早回到家 那公司沒有事情沒有辦法處理好 你也是會擔心 有時候話就是 其實是可以練習說的 可是男生不願意練習說 上一次是在慈禧太后旁邊 當御醫 御醫 然後沒有醫好 有沒有 對慈禧太后沒有醫好 對 沒有醫好 結果又被一直扁 所以說我是有看到說 他的前世 是每個人都每個人的前世 所以也這麼說 他前世也是有累積一些福報 所以他會抓頭那個有沒有 代表是說什麼 他前世是猴子 對 猴王 真的嗎 真的真的 在世前是猴子 後來他轉世 沒錯 對 這是我觀察出來的 而且我是用鐵板 神算出來的 就是因為柯文哲 給你一粒算沒有一粒大粒 有啊 我一個本子老師沒有帶過來 因為他很複雜 對 那就是 因為我打出來的算盤 就是柯文哲前世是猴子 三世以前 是一隻潑猴 而且他是在 沒錯 那因為韓國語的 在三世以前是土地公 土地神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個廟 這是土地公廟 這是猴子都在 就是都會偷人家的食物 像香客有沒有 他給他搶給他偷 結果就被人家用亂磅有沒有 還有石頭 打死 所以三世以前 柯P是被人用亂死 跟棍棒打死 是是 然後死掉之後這個 猴子很可憐 就跑來土地公廟 就是韓國語這邊 你不會是因為他常常抓頭 你就說他是潑猴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有的時候 他是習慣動作 是那種猴子個性有沒有 還留著 哪裡 那個有 他抓頭有沒有 抓得常常都這樣子 留在這裡 是是是 對對對 像個像 他有猴像 對 他有猴像 對 有點像 他連市政總書群常常都會這樣 沒有錯 他有像猴子又像猩猩 所以說他在那個時候 他死掉了嘛 就跑到土地公面前就是哭泣 結果 這個土地公韓國語就把他收留 然後就是在旁邊修煉 結果後來就是 韓國語就告訴他說 你要好好休息 下輩子不要再當 這是畜生 後來就是在一陣就是 在那個三世以前 土地公韓國語就跟人家不和 就被神仙有沒有 就是算是告狀告慾狀 後來他就被扁 扁到西藏當喇嘛 那這次猴子也被扁 也扁到西藏去當神醫 結果後來他們到了那個第二世有沒有 就是韓國語就是西藏的喇嘛 是 然後就是 因為他常常都是送金嘛 所以頭痛 然後就醫不好 就剛好有人就是介紹說 可以給那個 這是柯P 這是猴子 轉世的神醫來醫治 結果兩個人就變成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們兩個人在前世今生就 互相有瓜葛 就是韓國語都一直在幫柯P 所以柯P這輩子就會過來幫韓國語 就變成台北市長任命他當北農總經理 對 就是他有前世今生的這個淵源 是 哇 這個小狗厲害 阿德跟女兒會談政治嗎 不會 我跟他基本上很少講話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就是 因為每個小孩在成長的過程 都會有其實比大人還忙碌 逛功課 所以變成就是說 在一個求學的這個階段 這個十幾年啊 就是跟爸爸媽媽溝通講話的事情 說實在很少 嗯 但我覺得 你只要做到一件事情 其實不用這些溝通 因為那溝通也不是什麼好溝通 都是馬上念來念去 就是你這個弄好了 沒有那個 就是撈刀而已 阿我的方式就是說 我就不要做一個 啰哩巴塑的人 嗯 反而我這個跟他很少交談